各位服务者同事大家好 接下来由我来介绍美研院目前所研发的数据产品 我们的数据产品主要分为两大类 首先介绍一下我们的L3A减云储物产品 窗口左边的数据是欧空局提供的原始影像数据LRA 右边的是我们的L3A减云储物产品 从原始的LRA产品我们可以看出 光学摇杆卫星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 电磁辐射无法穿透云层 因此在有云的时间所拍摄的摇杆影像会出现云雾遮挡 这对于应用任务会造成一定的困难 例如在农田识别任务中 无法识别被云雾遮挡的农田 欧空局原始LRA产品提供了云雾检测的结果 但是精度差强人意仅仅达到83% 因此美研院自己研发了云雾检测算法 并应用在LRA影像下生成了L3A产品 将云雾阴影遮挡的区域进行去除 整体精度可以达到96%以上 目前L3A数据已经实现每8日一期 覆盖2018年至今全中国全美国区域 可以实时从美研院数据库进行调取 接下来是L3B产品 这里L3B产品主要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L3B产品 L3B雷达波去云产品 在刚才的介绍中说到 L3A产品可以对云雾遮挡区域进行检测 而L3B雷达波去云产品 则是将这些区域还原为没有云雾遮挡的原貌 美研院团队利用雷达波数据可以穿透云层的特性 利用相邻时间的雷达波摇杆影像 获取光学摇杆影像中被云雾遮挡区域的地表信息 结合深度学习算法实现图像的还原 L3B产品的第二部分我们称之为超像素提升影像 所谓超像素简而言之就是提升原始图像的分辨率 提高图像的清晰度增加图像的细节 美研院团队利用自己研发的算法 将欧空局原始10米分辨率影像提升至2.5米 恢复了更多图像细节 这一产品可以在很多应用中发挥作用 例如农业保险中最为关注的农田分割问题 2.5米的影像可以提供更加清晰的农田边界 从而达到更加准确的识别 同L3A数据类似 L3B数据也可以从美研院数据库进行实施调取 以上就是对于L3A和L3B数据的介绍 谢谢大家